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关于人性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人性到底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当然真正的人性是很难用这种二分法去分辨的 因为在真实的情况底下 人有善的一部分也有恶的一部分 但是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大部分的人也许是更愿意相信人性本恶的 就比如说在大部分的严肃的文学作品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他想要去挖掘的是人性当中的恶的那一面 如果我们说一个文学作品它是写实的 那其实通常就意味着 这个文学作品它是发掘了人性恶的那一面 而反过来如果我们形容一个文学作品 它是童话故事般的的话 如果我们这么形容它的话 那十之八九这个故事 它可能写的是一个大团圆大完美的一个结局 所以不可否认的是 当我们强调人性的恶的那一面的时候 我往往会觉得这样子的叙述 这样子的故事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而如果我们去强调人性的善的那一面 美的那一面的话 也许我们就会说它只存在于童话故事里面 比如说在1950年代的时候 就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英语世界的一本小说 就是威廉高丁的苍蝇王 苍蝇王它的主角呢 就是一群因为飞机失事 然后坠落到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 但是奇迹的生还的一群小孩 那通常我们想到小孩 我们通常可能想到它是纯洁的 它是纯真的 或者它是善良的 可是威廉高丁这本苍蝇王 他就是要描写 当一群孩子 他不受到大人的监管 他独自一群人在这个荒岛上求生的时候 里面会发生多么不可告人 多么令人不安 然后多么可怕 多么血腥暴力的一些场景 在苍蝇王这个小说里面 这群孩子刚刚漂流到荒岛的时候 他们最开始还能够保持一些最基本的文明的态度 他们想要选举出来一个领袖 然后大家就听他的 能够建立起一套秩序 然后他们希望在这个荒岛上面能够生活 他们就期待说有一天路过的船只 看到他们的吹烟就可以来救他们 可是这个路过的船只一直都没有出现 那里面就有一些小孩呢 就不愿意继续服从原本选出来这个领袖 他开始想要去这个荒岛上面探险 想要去荒岛上面打猎 因为打猎才有肉吃 于是呢 这个这群小孩就渐渐分成了两派 于是呢 这两派就开始互相看不顺眼 甚至互相谩骂 互相指责 甚至到最后是互相杀戮 在杀戮的过程当中呢 这群小孩意外造成了这个荒岛 产生了森林大火 然后就有小孩被烧死在这个森林大火里面 然后也有小孩 他就真的死在这两派人马的互相杀戮当中 可是威廉高丁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写了一个很有趣的对照 那就是终于有一个英国的舰队 他路过看到这个森林大火 他就来到这个荒岛上 他就发现了这群孩子 然后这个本来的孩子王发现了自己得救之后 前一秒钟他刚刚还在彼此杀戮 彼此对抗 他看到这个大人出现 他又开始嚎啕大哭 露出我们想象中孩子应该要有的一个表现 威廉高丁这本《苍蝇王》之所以会成为文学经典 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选用的这些主角 是一般我们想象中最纯洁 最无害的孩子 可是就是这些孩子 威廉高丁让我们看到 当他真的能够百分之百的发挥出孩子的本性的时候 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面 所以一直以来威廉高丁的这一本《苍蝇王》都被认为是写实主义小说的其中一本经典之作 可是很多的无数的阅读过《苍蝇王》这本小说作品的人 都忽略了一个很根本应该要问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真的有一群孩子他流落荒岛 他们真的会这样子彼此杀戮 彼此仇恨吗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新书就帮我们问了这个问题 而且他的答案出人意表 那就是他帮我们找到了1966年的一个真实发生的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面 有六个小孩流落到荒岛 结果他们在这个荒岛上面求生了15个月之后才被救起来 那这15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跟威廉高丁在《苍蝇王》里面所讲的故事那种刚好完全相反 他们不但没有彼此对抗彼此杀戮 而且反而他们是彼此合作彼此照应 甚至当其中一个孩子他不小心摔断腿了之后 有几个月的时间他都是接受到别人的照顾 然后等到15个月后才终于被刚好路过的船只所救起来 所以透过这个真实故事的对照 其实我们好像可以发现 真实世界的人性好像并不一定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邪恶那么可怕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 它的英文的书名叫做Humankind A Hopeful History 它的书名假如直接翻译的话 它讲的就是人类的人词或者人词的人类 一部充满希望的历史 这本书呢最近刚刚由台湾的时报出版公司所出版一个中文版 它的中文翻译呢就翻译叫做人词 人就是人类的人叫人词 副标题是横跨20万年的人性旅程 用更好的视角看待自己 这个自己值得当然就是人类 我今天之所以特别想要分享这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 那是因为我觉得它的作者Ruther Blackman 他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但是常常被忽略的事 那就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更愿意把人性想象成是邪恶的 想象成是黑暗的 背后是有一个社会氛围的因素在作用 比如说在苍蝇王刚刚出版的1950年代 它是一个两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一个时刻 在经历过了世界大战这样世界性的浩劫之后 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很自然会想要去问一些问题 就包括说现代的科技到底把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或者说现代社会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或甚至更根本的是人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我们做出这么样残忍这么样残酷的事情 在这样子的氛围底下我们很容易找到的一种回答 那当然就是人性本恶的这样一种回答 所以威廉高丁的这本《苍蝇王》 他在1950年代刚刚出版之后 他马上就受到欢迎 而且最后还成为了文学经典 甚至成为了一段时间里面 几乎是每一个英国学生都必读的文学作品 可是我们的作者Rodra Brackman 他就告诉我们在1966年真实发生在东家王国的这个真实版的 《苍蝇王》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在《仁慈》这本书里面 作者Bragman 他除了为苍蝇王做翻案之外 他其实为很多我们众所周知的心理学的实验都做了翻案 比如说你可能也听过的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心理学的实验 叫做史丹佛大学地下监狱实验 这个实验是1971年的时候 在史丹佛大学的地下室所做的一场心理学的实验 在今天已经不可能重复再做这样的实验了 因为他被认为是严重违反了研究伦理 可是当初这个实验所得出来的成果 一直到今天都还被很多人所引用 这个实验就是有一帮心理学家 他们就找来一些大学生或研究生 然后把他们随机的分组 就一组人就是当囚犯 一组人就是当狱卒 那这群大学生其实本来都是清清白白 没有犯案经验的一群大学生 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一群人被分成囚犯 一群人被分成狱卒 过不了多久 过不了几天而已 那一群被指派为担任狱卒角色的这群大学生 他们很快就开始对这一群囚犯 以止气死 然后摆出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 到后面甚至开始虐待 虐骂这些被分配要扮演囚犯的这些大学生 这个实验后来为我们带来一个 广为人知的一个认知 那就是在任意一群人里面 当这一群人他被随机的分派角色 而这个角色可能是具有上下位阶关系的时候 那不管这一群人他原本是什么样子的人 不管这一群人他们彼此原来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旦这个上下位阶关系出现之后 人的内在那一种权威的 想要压迫别人 甚至想要虐待别人的那种性格 就会展露无遗 同样的这个实验 他在1970年代被发表出来之后 他马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甚至他到今天已经可能成为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心理学实验之一 可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读者可能都跟我一样 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实验的原始资料 那我们今天仁慈的作者呢 Blackman 他就是真的去看了这些原始资料 而且他去访问当初曾经真的参与这些实验的大学生 他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那就是这个实验的过程 不但充满了伦理的瑕疵 而且可能是充满了实验技术上的瑕疵 就比如说里面的一些受试者 其实是跟实验者有讨论过 他们这个实验要干什么的 也就是说这个实验里面的某些受试者 他可能是知道这个实验 就是要让他们展现作为狱卒的人的一种权威的性格 然后作为囚犯的人 他也预期自己要展现出受虐 然后自己要展现出崩溃 受不了的那种场景 甚至Blackman 他提出了一个对这个实验的颠覆性的诠释 那就他认为有可能 这一群学生 他们之所以会演变出来这种 狱卒对囚犯这种虐待关系 很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心中怀抱着善意 那就是因为他们期望自己所参与的这个心理学的实验 将来能够作为预政改革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那就是他们想要让世人看到 在监狱的这样一种社会氛围里面 是有可能他自然而然的造成如此严重的虐待关系 就至少有一些学生他心里是想着 自己参与的这个实验应该要能够呈现出这样子 监狱里面恶劣的一面 这样子这个实验他将来出版了之后 才有可能成为预政改革的一个有力的基础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这一个史丹佛地下监狱实验 他所呈现出来的与其是真实的人性之恶 倒不如说他们恰恰是为了要避免某一种他们心中想象的恶 所以他们才要刻意展现出这种他们想象中的人性之恶 让你看到 又比如说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心理学实验 叫做史丹利米尔格兰电极机实验 这个史丹利米尔格兰电极机实验是这样 他们就是找来一群受试者 然后告诉他们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关于记忆力的实验 然后呢这个受试者就被指示要去操控一台电极机 然后呢这个受试者所在的房间的另外一侧 就是另外一个受试者 那另外那个受试者呢 他就要面对他要回答一连串的问题 然后如果他答错或他答不出来的话呢 这一个房间里面的受试者 他就要操控这个电极机 让这个电极机去电极房间另外一侧 那个回答不出来或者答错了的那个受试者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电极机的电流的电压都比较小 可是后面呢 他就被要求要渐渐提高 这个电极机所给予的惩罚性的电压 要越来越高 那但是其实呢 这个房间另外一侧的那个回答问题的受试者 其实他不是真正的受试者 他也是一个实验人员 他只是扮演一个受试者而已 那个实验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要看这个操控电极机的这个受试者 到底到什么程度 他才会拒绝继续给他施加电压 因为随着这个电极机的电压越升越高 房间另外一侧的那个 由实验人员夹扮的受试者 他就会做出很多非常恐怖的反应 他会开始尖叫 开始求饶 甚至开始撞墙 甚至电极到最高压力 最高电压的时候 他就会躺到地上昏死过去 可是呢 这个时候在受试者 真正受试者这个房间里面 旁边就站着一个穿着白袍的一个科学家 那这科学家就不断地告诉他说 你要施加电压 你要施加电压 那这个实验真正想要知道的就是 人会不会因为旁边有一个权威性的存在 他就服从这个权威 然后就不管你眼前看到 这个人已经被折磨快要死掉了 你还是继续这个电压就给他打下去 这是一个1960年代的实验 那到了今天 当然也不可能再做这样的实验了 因为他严重违反研究伦理 那可是呢 根据当时刊出的这个研究结果 研究报告 就显示出有65%的受试者 即便在对面一个房间 在哭叫在求 然后在昏倒的时候 他还是继续把这个电极机开到最大 这个1960年代的实验 它是背后所要回应的那个社会氛围 其实也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在当时刚刚结束的二次大战里面 我们看到了欧洲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泯灭人性 同时也是最难以理解的一项罪行 那就是有600万的犹太人 他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有600万人死于集中营 那社会上至少一定有很大一部分的人 其实是参与到了这一场 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里面 那这些绝大部分都是如此普通 跟你我一样的一般人 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 如此邪恶的事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刚刚说的这个史丹利米尔格兰电极机实验 他就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 那就是人是非常容易服从权威的一种动物 当一个权威出现的时候 当一个权威对你施加命令的时候 即使你看到有人在求救 有人在求饶 可是你相信那个权威 你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你相信他说的是好的 于是你可能就会犯一下 不可饶恕也不可挽回的恶行 那这个史丹之所以会到今天都被人们记住 那当然就是因为他非常适切的回应了时代的问题 可是我们今天的作者Blackman 他又要提醒我们 就比如说你真的去听当时实验的录音档案的话 你就会发现 当这个实验者 这个假扮成科学家的穿白袍的实验者 当他真的以命令的口吻 以权威式的口吻 在要求这个受测者提高电压的幅度的时候 其实反而这个受测者是会拒绝的 那什么时候这个受测者会接受这个权威的建议 然后提高电压呢 那就是这个科学家告诉这个受测者说 你这么做你会对我们的实验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Blackman他就访问到当初的一个受测者 他就说呢 这个人他之所以愿意调高电击机的电压 他说他是为了他脑性麻痹的六岁女儿 才坚持下去这么做的 因为他希望他所专与的这项实验可以帮助医学界 有一天能够找到人类的大脑病变的一些解放 所以这个受测者他就跟Blackman说 当时他就觉得只要能够对人类有帮助的话 或者只要能够对人类的医学有帮助的话 他其实什么都愿意做 所以到后来Blackman他就让我们看到 对于这个电击机实验的一个非常不同的诠释 那就这个电击机实验 他真正的教训不是告诉我们 人类天生自然就会服从权威 其实不是的 这个实验真正的教训反而可能是 人类天生就有一种想要帮助他人的愿望 而当这个充满善意的愿望被放到了错误的情境里面的时候 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由善意所铺成的通往邪恶的道路 我今天之所以想要特别跟你分享仁慈这一本书 那就是我觉得他的作者Ruther Breckman 他非常会讲故事 在这本书里面除了刚刚讲到的 几个心理学实验还有苍蝇王的翻案文章之外 他其实写了好几个都是这种翻案性质的文章 而且他的文笔之好文笔之流畅 你就算当故事看 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有趣的一个解谜的一个翻案过程 而且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虽然这本书的书名叫做仁慈 叫做humankind 而且他摆明了要做翻案 但是他并没有很简单的告诉我们 人性是善的 人性不是恶的 他并没有这样说 而是他尝试从每一个人性本恶的故事里面 透过访谈 透过田野调查 透过资料的考证 他提出来一个不太一样的诠释 而在这个不太一样的诠释里面 你就有可能看到一个更优维 然后更复杂 也可能更准确的一种对人性的理解 所以今天想特别跟你推荐这一本时报出版公司刚刚出版的新书 叫仁慈 在各大书店或者在网络书店都可以购买到这本书 那今天我想要特别感谢时报出版公司赞助播出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 最后我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是我们衣橱里的读者的一个特别的单元 叫做新书号外的单元 未来呢我也会不定期的跟你介绍刚刚出版的好书 希望未来我们的图书生态可以更加的丰富 也希望你跟我的阅读旅程都可以更加的丰富 今天最后再次谢谢你的陪伴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